忠实传递价值,解读全球好书,你好,这里是喜马奖书,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啊,叫《小米生态链占地笔记》,我们都知道,小米刚开始只是做手机的,但后来啊,它的路子越来越野,开始卖充电宝,耳机,电饭包,甚至还卖起了毛巾和牙刷,这些完全和互联网不沾边的东西,用小米自己的话来说,它们是在打造一个生态链。 从2013年到2016年年底,三年的时间,小米生态链上已经拥有了77家企业,整体销售额突破了100亿元。 2018年7月,小米正式上市,这家成立仅8年的公司,取得这样的成绩,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? 今天啊,我们要分享的《小米生态链占地笔记》,就为你深入解读小米生态链成功的秘密。 为什么说是《战地笔记》呢? 用作者的话来说,商场如战场,这本书是小米在前线打仗时的一些思考,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。 小米和生态链上的企业之间的关系,也像是一起打仗的战友。 这本书的主要作者有两位,一位是小米生态链股仓学院院长洪华,他长期致力于创新创业方法论研究。 另一位是董军,曾经是中国经营报主笔,还参与撰写了《微信思维、微信力量》两本畅销书。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,第一部分是生态篇,主要讲了小米的生态链思维,第二部分产品篇,主要介绍了小米的产品价值观,总结了小米做产品的经验和教训。 首先,我们讲第一部分,生态篇。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,小米生态链是什么? 生态链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,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环境内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和环境的统称。 后来,这个概念又衍生到互联网领域。 互联网时代的生态链,企业提供的主要是软件服务, 采用的模式是自己直接管理,或者控股管理。 像爱奇艺、糯米网,这些企业都是百度生态链的一个部分,要接受百度的管理。 而小米生态链,用他们自己的话说,就是互联网时代过渡到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模式。 它是一个智能硬件孵化器,与百度的管理模式不同,小米与生态链上的企业是合作关系。 这里有两个关键信息,物联网和合作。 接下来,我们就从这两点展开,解读一下小米生态链。 首先说第一个,物联网。 物联网就是在硬件中植入芯片,然后和互联网相连。 这种连接可以自发地传递信息,比如你家的空气净化器,如果有智能芯片,它就会自动检测净化滤芯。 一旦发现滤芯已经老化,起不到净化作用了,它就会提醒你订购新的滤芯。 这就是物联网。 互联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有成就万亿级大公司的机会。 第一个阶段是互联网,这个阶段的主要媒介是电脑等PC终端。 第二阶段是移动互联网,这个阶段的主要媒介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。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物联网,这个阶段的媒介更丰富,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饭包等等,都可以作为媒介终端。 小米创办于2010年,那一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元年,也就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二阶段。 小米赶上了这个风口,短短三年就在手机领域杀出了一片天地。 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很快就会过去,而且僧多肉少,小米很难在这一阶段成长为一家大公司。 所以在对下一个互联网发展阶段有了判断之后,小米决定布局物联网。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关键点,合作。 小米生态链上的产品大多都不是小米自己做的,而是用投资的方式进行合作,让别人来做。 你可能会想,小米为什么不自己做,而要用投资的方式做呢? 投资别人的公司,他们肯定不会让你占股太多。 万一赚了大钱,大头都被别人拿走了,这不是很不划算吗? 其实啊,如果小米自己做的话,有三个问题不好解决。 第一个问题是经历,小米的确可以自己做,但小米是做手机的,如果要去做其他的,人员和经历肯定都忙不过来。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更专业,更优秀的人来做,用投资加孵化的方式,弄一堆兄弟公司,大家一起来打群架。 第二个问题是速度,速度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指标,如果自己单打独到,这么多领域,这么多产品,那得干到什么时候? 第三个问题是机制,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小米体系里做,那机力的力度就会降低。 你想啊,打了半天江山,好事都被雷军和几个当官的占了,谁愿意呀? 用生态链的模式干,每支队伍都是独立的公司,打下来的是自己的天下,可以自己当家做主,这样的机制才更有生命力。 所以啊,小米决定采用投资加智能硬件孵化器的战略,和企业进行合作,这和传统的投资方式相比,有三个不同之处。 首先第一点,投资不控股,这个比较好理解,给钱,但不要求别人百依百顺,什么都听你的,但可能在条约上做个规定,比如,一定话语权等。 第二点,输出价值和资源,你缺少技术,我们就给你技术,你缺流量,我们就给你流量,你没有售后,没关系啊,小米有啊,直接嫁接到小米的售后就可以了。 小米对生态链企业输出统一的产品价值观方法论,提供全方位的支持,和他们一起定义产品,主导设计,协助开发,协调供应链。 生态链企业的产品在通过内测后,小米还会提供渠道支持和营销支持,负责销售和售后服务。 说白了,就是为这些公司提供全方位支持,做一个服务者。 最后一点啊,是生态链企业独立化。 除了米家和小米品牌的产品外,这些生态链公司可以同时研发销售自由品牌产品。 比如说,你可以研发一款叫大米的洗衣机,或者研发一款叫玉米的鼠标,这些都可以和小米完全无关。 我们举个例子,华米是小米生态链上成立比较早的一家公司,也是小米手环和小米体质秤等产品的生产商。 它的前身是华恒电子,由黄汪创办,主要生产平板电脑和阅读器等产品。 2013年底,小米开启了生态链计划,CEO雷军定下了5年内投资100家生态链企业的目标。 有一次,小米生态链产品总监孙鹏到安徽合肥出差,他和黄汪是校友。 在黄汪的邀请下,孙鹏到华恒电子体验了一款智能手表。 戴了几天后,他把这款智能手表推荐给了雷军,雷军也比较喜欢。 于是,小米就和黄汪确定了合作投资,共同成立了华米科技。 小米参股,但是不控股,管理工作仍然由黄汪进行。 华米有很好的设计开发能力,之前也有智能硬件的研发经验。 而小米凭借着多款手机产品的成功运作,拥有巨大的用户流量,强大的设计师队伍,完善的营销体系和先进的产品价值观。 小米电商平台更是一个难得的销售平台。 这些都可以给到华米很多资源和帮助。 他们的合作对双方来说是一种双赢。 2014年7月,华米和小米共同推出了小米手环一代。 在整个产品的运作过程中,华米负责研发生产,小米为他们提供营销推广和销售平台的支持。 还为他们找高端人才打通供应链,设计产品并把控产品品质。 8月量产销售后,小米手环的销量只用了三个月就突破了100万。 到了2015年9月,小米手环的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枚,单月出货量也高达150万。 不过呀,除了主打产品小米手环外,华米也有自主品牌的产品。 这些小米是干涉不了的,原因就是投资不控股的原则。 截至2017年12月31日,小米手环总出货量突破4500万枝。 2018年2月8日晚,华米科技正式登陆纽交所,成为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小米生态链企业。 华米科技的CEO黄汪也迎来自己创业生涯的最光辉时刻。 在这个例子中,我们可以发现,小米生态链的特别之处就是投资但是不控股,建议但是不决策,只输出价值提供资源。 这种情况,在小米生态链上的其他企业中也是一样。 除了华米之外,小米生态链上的其他公司,像是青米,纯米,米雾等等,也都比较成功。 这也说明华米不是一个偶然,小米生态链的确拥有一定的优势。 好,说完了小米的生态链模式,我们再来讲一讲小米的产品价值观。 这也是本书的第二部分,这一部分我们讲两个问题。 为什么好的产品那么重要?小米又是如何做出一款好的产品的? 小米生态链的产品主要分为三种。 第一种是小米手机的周边产品,比如说像小米移动电源等。 第二种是智能硬件,比如说智能空气净化器等。 第三种是生活用品,像是毛巾,牙刷等等。 这些产品给人的感觉都是便宜,性价比高。 这是小米输出给所有生态链企业的必杀技之一。 比如在市面上的智能手环普遍卖几百块,上千块的时候, 小米推出了79元的小米手环。 功能和品质并不比当时市面上的智能手环差,结果一炮走红。 为什么好产品那么重要? 在工业时代,企业推出新产品后,为了能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知道,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铺天盖地打广告。 虽然目标不明确,但总能打到一些消费者。 这就是所谓的喇叭式营销,比的就是谁钱多,谁的嗓门大。 到了互联网时代,活跃的是80后,90后,00后。 这些消费者消费都会货比三家,对不同厂家的产品了如指掌。 他们对产品的选择越来越理性,对品质有很高的标准。 喇叭式营销虽然覆盖范围很大,但很难打动它们。 口碑传播和病毒式营销,才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。 如果产品本身不好,就无法形成口碑效应,也就更谈不上病毒式传播了。 所以,好产品非常重要,这也是小米输出给所有生态链企业的价值观。 那么,怎么做出一款好产品呢? 小米认为主要有三个要点。 第一点,突破蚂蚁市场。 什么是蚂蚁市场呢? 整个市场就好像一块巨大的蛋糕,被无数的小厂商分食了。 这些小厂商就像是蚂蚁,在被蚂蚁分食的市场里没有绝对领先的大企业。 比如说,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,小米做插线板时有个产业分析,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 当时,插线板产业的第一名是公牛,在中国市场占有率是30%。 插线板领域的第二名就一点也不出名了,市场占有率甚至不到3%。 这个结果让小米非常惊讶,市场占有率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,整个插线板市场没有第三名。 什么意思呢? 就是说,所有剩余的市场份额都被很多小公司,小品牌,甚至可能是小作坊,瓜分掉了。 这个现象在中国制造业中非常常见,内衣行业也是这样。 中国内衣行业销售额是2000多亿,但市场份额最大的三家厂商加起来都不到15%, 剩下的份额都被小厂商瓜分了。 这样的市场就是蚂蚁市场。 蚂蚁市场的特点是双低,门槛低,价格低,而且竞争非常激励。 要么出现大量廉价的差品,你便宜,我更便宜,品质再差也不在意。 要么就是优质的产品价格过高,因为占的市场比例太小了,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盈利。 所以,蚂蚁市场里的产品要么贵,要么差,不存在中间状态。 要想突破蚂蚁市场,在其中求得生存,突破口是性价比。 拿电池来说,中国的电池市场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蚂蚁市场,每年大约有30亿节电池的总销量。 除了南福这个中国电池市场的老大外,其他几乎都是一些小品牌。 南福的电池平均价格是2.5元一节,价格不算便宜。 小米决定进入这个市场。 小米对电池生产线进行了改造,使用了很多比较先进的技术。 电池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,同时也控制了成本,推出的彩色碱性电池,价格是0.99元一节。 因为品质优良,价格又相对更低,小米电池迅速抢占了电池市场。 做好产品的第二点,是要有精准的产品定义,满足80%用户的80%需求。 80%用户指的是大多数的中国普通老百姓,80%需求指的是相对集中,普遍的需求。 这个原则的核心要求,就是必须聚焦产品的核心功能。 比如说,市场上的一些空气净化器,它们有很多我们搞不懂的功能,价格也非常高。 但是,从本质上来说,我们购买空气净化器的核心初衷,是更有效,更快捷的净化室内空气。 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,并不是我们的核心需求。 如果企业把这个重点放错了,一味的研发新功能,而忽略了最核心的部分,那就很可能走错了方向。 做好产品的第三点,是追求设计的最优解。 用小米的话来说,就是做设计,要讲道理。 其中啊,最重要的就是把合理性最大化。 合理性的最大化,也被小米看作是设计的第一原则。 这里我们举一个小米淀粉包的例子。 小米和米家的很多产品,在设计上都是以白色哑光为主。 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有质感。 但是,米家的第一款产品电饭包,却做成了白色高光。 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,哑光可能是更文艺,更小清新的。 但是,中国大多数人的家庭中,厨房的环境都很重油。 哑光的材料在清洁的时候很不方便。 所以啊,最终小米选择了高光的设计,这就是合理性的最大化。 好,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,就讲的差不多了。 除了书中介绍的优势啊,我们发现,小米生态链其实也面临着一些挑战。 首先,小米的许多产品被消费者质疑,比如移动电源电量少,握持感差。 二代手环颜值普通,生态链上企业众多,小米该怎么保持较高的产品水准。 第二,很多竞争对手也已经开始入局物联网了。 有的企业仅盯着小米的弱项,在各大电商平台公开对标小米。 如果小米不保持对市场风向的敏感度,就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吃掉。 更重要一点是,生态链上的企业和小米之间的关系并不够牢固。 中小企业借助小米打开市场做大,随时有脱离小米的可能。 如何继续团结这些企业,也是小米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。 小米模式不是一个公式,更不是万能的。 在残酷的商业战争中,形成属于自己的战地笔记,才能真正的获得胜利。 好,小米生态链战地笔记这本书,就为你解读到这。 精华笔记呢,在音频文件下方,我们明天见。